最後倒數各政黨都開始搶攻政黨票 和民進黨關係微妙的時代力量今天召開記者會 強調選民要選擇理念相同的候選人 呼籲票投時代力量把六位不分區立委送進立法院 不過來勢洶洶的小黨不只時代力量 還有主打理念型的綠社盟 至於同屬泛綠陣營的台聯 就很擔心選票被小黨瓜分 桌子低心白領外勞 選前關鍵期連這兩天加開記者會 攸關下屆部分區立委席次 台聯提出具體政策希望能打動選民的心 我們台聯進了國會 我告訴大家我們的第一次見 就是要把這個所謂的低心的白領外勞的政策 給阻擋下來 只要全國人民一步一票給台聯 有機會進入立法院 我們有信心可以把它擋下來 台聯很心急 朱大馬政府賣台走偏讀路線 要在綠營票源中作出區隔 因為新興小黨崛起 尤其號稱第三勢力最大黨 時代力量直接衝擊同屬藩綠陣營的台聯 就怕政黨票被時代力量瓜分 民進黨甚至公開嗆瞎 政黨票投時代太浪費 時代力量從來對於我們理念相近的 有黨我們絕對不口出二言 如果各位認同時代力量的理念 相信時代力量未來在國會當中 可以扮演推動進步的價值 這樣子一個關鍵的角色 支持時代力量 把這六位優秀的部分區的候選人都送到國會當中 說自己不打悲情牌 對所有批評改瓜承受 小黨花招擺出用議題搶曝光 說穿了都是為了衝高政黨票 但小黨白白種選票被稀釋 恐怕在所難免 一旦提供是凱鵬還新台北報導